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美国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总统的野位烹饪客 泰迪熊的户外厨艺 二总统的秘密花园迷宫 华盛顿的迷失游戏 三总统的夜间飞盘赛 肯尼迪的月光运动会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总统的野位烹饪客 泰迪熊的户外厨艺 在探索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而今天我要分享的 就是关于一位热爱户外生活 勇于冒险的美国总统 喜耀多 罗斯福 菲尔多·罗斯福 以及他如何将野位烹饪 提升为一门艺术的奇妙故事 请做好准备 跟随我一起进入 泰迪熊的户外厨艺 这一步为人知的领域 首先 我们得了解泰迪熊 Teddy Bear的由来 这个故事始于1902年 罗斯福总统参加了一次熊猎活动 但事情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发展 因为他拒绝射杀一只被捕获 并绑在树上的黑熊 认为这样的行为 不体现猎人的体育精神 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全国 一位玩具店老板灵机一动 制作了一只毛绒熊玩具 并得到了罗斯福的允许 将其命名为泰迪熊 这就是泰迪熊的由来 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罗斯福的户外厨房 作为一位狂热的自然爱好者和猎人 罗斯福不仅擅长追踪野生动物 还精通如何将它们烹饪成美味佳肴 他的野味烹饪客 可能包括了 如何在野外用最简单的工具和原料 将一只野鸡变成一顿丰盛的晚餐 或者如何将一条刚捕获的 鱼烤的外皮酥脆 内肉嫩滑 但罗斯福的户外厨艺 并不仅限于传统的烹饪方法 据说 他曾在一次探险中 用他的口袋刀和一块火石 仅仅在几分钟内 就点燃了一堆篝火 然后用一根简单的木棍 将一只松鼠烤得金黄可口 这种将野外生存技能 与烹饪艺术结合的能力 无疑让他成为了 当时最具传奇色彩的户外厨师 当然 罗斯福的野味烹饪客 不仅仅是关于食物的准备 它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体现 即在面对自然时 人类应该展现出尊重 勇气和创造力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白宫的奢华宴会上 还是在偏远山林的简陋营地里 一个真正的领袖 都能展现出他的风采 所以 下次当你在户外烧烤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泰迪熊罗斯福在场 他会怎样用他的口袋刀 和一块伙食 为你展示一场精彩的野味烹饪秀 这不仅仅是关于食物的准备 更是一次与历史上 最具冒险精神的 总统之间的精神对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秘密 花园迷宫 华盛顿的迷失游戏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除了白宫 国会大厦 林肯金念堂等著名地标外 还有一个被称为 总统的秘密 花园迷宫的神秘之地 这个地方 传说中藏匿着国家的秘密 历史的迷离 以及一些总统们 不为人知的去世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迷宫 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总统的秘密 花园迷宫 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概念 但这不妨碍我们 以他为灵感 来谈谈那些在华盛顿 可能迷失的总统们 想象一下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迷宫 他一定藏在白宫的某个秘密角落 或许是地下室 或许是某个不为人知的花园 进入迷宫的总统们 需要解开一系列谜题 这些谜题 涉及美国历史 政策制定 甚至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想象乔治 华盛顿在迷宫中迷失方向 寻找着从英国独立的出路 亚伯拉罕 林肯则在寻找结束内战 实现国家统一的密码 而富兰克林 D.罗斯福 则需要找到结束大萧条 赢得二战的关键 当然 这些都是虚构的情节 但它们象征着总统们 在国家历史上的重要角色 和所面临的挑战 不过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迷宫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些 轻松幽默的场景 比如 比尔 克林顿可能会在迷宫里 追逐一个演奏 萨克斯丰的幻影 乔治 W.布什 可能会追着一个假想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巴拉克 奥巴马 则可能在寻找 那把能打开 医疗保健改革大门的钥匙 当然 这个总统的秘密 花园迷宫 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概念 但它提醒我们 历史上的总统们 都面临着各自的迷宫 无论是政治的 历史的 还是个人的 他们如何导航 如何解决问题 最终塑造了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所以 下次当你游览华盛顿的时候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真有一个总统的秘密 花园迷宫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而那些总统们 又会在迷宫中 留下怎样的故事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夜间飞盘赛 肯尼迪的月光运动会 在探索美国历史的 丰富长河时 我们偶尔会撞见 一些令人哭笑不得 却又意外揭示 领导人人心的小故事 今天 让我们来谈谈一个 虚构但充满想象力的场景 总统的夜间飞盘赛 肯尼迪的月光运动会 想象一下 是一个温暖的夏夜 白宫的草坪上 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 F肯尼迪 一位以其魅力 智慧和运动能力文明的领导人 正在举办一场 非正式的夜间飞盘赛 这不仅是一个放松的社交活动 也是一次展示 总统运动天赋的机会 肯尼迪总统 一位热爱各种运动的人 从帆船到高尔夫 无以不惊 但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 他决定将竞技场地 从高尔夫球场 换到了白宫的后院 选择了一项更加亲民且 充满乐趣的运动 飞盘 当夜幕降临 白宫的灯光照亮了草坪 肯尼迪总统与他的那个成员 亲朋好友 甚至包括一些幸运的记者 和工作人员 都聚集在一起 准备开始这场 别开生命的比赛 每个人都穿着轻便的运动服 手里拿着飞盘 脸上洋溢着兴奋 和期待的笑容 比赛开始了 肯尼迪总统展示了 他惊人的飞盘技巧 他那精准的投掷 和迅速的接球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惊叹不已 在这个虚构的夜晚 肯尼迪不仅是美国的领导人 更是一位 无与伦比的飞盘高手 当然 这场月光运动会 不仅仅是关于飞盘的 他象征着肯尼迪总统 对于团队精神 和家庭价值的重视 在比赛的间隙 他与参与者们分享笑话 谈论家庭 甚至讨论国家大事 展现了他作为一位 领导者的亲和力 和人性化一面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 这场别开生变的飞盘赛 也逐渐接近尾声 肯尼迪总统 在制胜的一致后 高举飞盘 象征着友谊 和运动精神的胜利 这个虚构的故事 虽然未曾发生 却让我们得以一亏 如果肯尼迪真的在白宫 举办了这样一场 夜间飞盘赛 那将是多么有趣 和令人难忘的一个夜晚 所以 下次当你拿起飞盘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是在白宫的草坪上 与肯尼迪总统 一起享受那个虚构的 充满欢笑和禁忌精神的 月光运动会吧 总结来说 探索美国总统们的趣事 和奇妙故事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 这些领导人的一面 无论是泰迪熊的户外厨艺 总统的秘密 花园迷宫 还是肯尼迪的月光运动会 这些故事 都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想象 和幽默的表达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总统们不仅是政治家 更是有着独特兴趣 和人性一面的人 他们的兴趣爱好 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决策上 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领导者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他们也有着平凡的一面 这样的想法 让我们更加亲近这些历史人物 也让我们明白到 我们每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一位 杰出的领导者 只要我们发挥 自己的独特魅力和才华 最后 我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讨论 分享你对这些故事的 看法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总统们的兴趣爱好 有何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疑问 或者自己的故事 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些有趣的故事 并且一同分享我们的观点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